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集讲到 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初 一班少年大学生被发掘 他们身上的大科学家梦 也背负着国家早出人才 快出人才的热望和压力 但有时欲速则不达 聪明的小朋友不一定是神童 过度追求快 反而会变成拔苗助长 国家略以栽培人才 也保护人才 少年大学生的发展 在四十多年间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78年 全国科技大会召开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如何早出人才 快出人才 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 全国又有十二所高校 开办少年班 有一些刻意追求低灵化 你们学校招一个十三岁的学生 我就招一个更小的 一切都是为了快快快 在快车道上 有些少年如如得水 非速成才 而有些少年成长之路 几经曲折令人唏嘘 人才的成长自有其规律 再好的种子 还在再肥沃的土壤 总要耐心等它破土发芽 生根拔折 急不离也不可以吹 少年班究竟是否是不苗助长 神童的光环 究竟是否是 这些十多岁的少年的不可承受之重 是飞快跑 还是慢慢来 小朋友 如何做才对你最好 几十年的探索 告诉我们 尊重成长的差异化 印才师教才是最好的教育 九十年代后 很多少年班陆续停办 现时 全国只剩下包括 中科大在内的两个少年班 四十年间 三千九百多名少年大学生 从中科大毕业 其中有国家级院士 跨国企业高管 也有人默默无闻 我们的聪明才智 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没有一个说 我就得过钱过 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碰到过 我们希望就是说 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兴趣爱好 来选择他们的专业 能够改变世界的事情 这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王永毕业二十多年后 他的儿子都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学院 除了有感情 也因为了解和信任 时代变了 少年班的使命变了 人的成才观也都变得更包容 又是一年高考了 年轻人 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快是好 慢都不错 人才是多方面的 一个国家发展越成熟 就越需要多元化的人才 配育人才最重要的是 尊重他们的成长差异 人才私教 给予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动良 我们不单只需要天才 更需要做到人尽其才 让每一个小朋友 都能够信心满满地笑着迎接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